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文件 文道 恩怨笑 怕是旧恨 心愁 天纷扰 文计 文招 时比谁高 几番声势 浮沉 难于了 文路 文城 山水迢迢 知音何处 人寂寥 文语 文清 行事多少 浮明月 暮暮雨 潮潮 文化 文夜 颜色真好 人心欢乐 苦短 起春笑 文秋 文冬 风雪 啸啸 彩云一散 岁月难熬 花开草 天之小 天末小 天已老 江湖啸 天地药 人去了 我忘了 花世了 天之小 天末悲 天已老 天胸起 岁月烧 人去了 我忘了 她还说 即使不是为了与天窗的联盟 为了五湖盟的声誉 她也会把这件事情做得滴水不漏 请我放心 她 她说这些的时候 是不加思索啊 还是经历过一番挣扎的 事已至此 你何必 你何必多此一万 千巧斗胆地说一句 你这一世 是彻头彻尾地多此一句 是属下放肆了 请歇王恕罪 你赌书红了眼的人 永远在找这样那样的借口 做梦都想翻盘 本王也不能免俗 我只是想 再给她一次机会 再给她一次机会 也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罢了 罢了 既然这样 本王再多此一举一次 千巧 拿着 这 来 这个 是弩骨彻底的解药 一共有两颗 这个 是一跃一次解药的配方 还不明白吗 你之前 不是一直求本王放了羽秋风吗 本王答应你了 反正 华山派这小卒子留与不留 没什么区别 不如成全了你这痴儿 如果他回去以后 愿意放弃华山掌门之位 和你远走高飞的话 那么这些东西 就当是本王 送给你大婚的礼物了 谢王 只不过 是给他彻底的解药 还是用弩骨控制他 永远成为你的群下之臣 这个选择交给你 你的命太苦了 本王看不下去 所以呢 我也送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你要好好珍惜 谢王 阿姨 你不把你帮她瞑目一下 我认为一张 我认为你 你认为我说白天 我认为你 你认为你认为我 她就在床上 你也认为她的女性 我认为她的女性 她还认为她 就是我的女性 瘋狼 你愿不愿意跟我援走高飞 他 千巧 明天就是英雄大会了 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千巧 我定是千恳万恳想跟你援走高飞的 可咱们俩都中了蝎王的奴骨 你忘了吗 一个月得不到解药的话 我们俩必然死无全尸啊 那我们就做一个月的福气好不好 千巧 瘋狼 你相信我 我知道鬼谷的机关何等凶险 先王要我们做马千卒 这一战我们必然凶多吉少 不如逃走 我们还能相守一个月的时光 千巧 不是这个道理 那鬼谷大战必然凶险 但它也是九死一生啊 那咱俩一旦逃走 那咱俩一旦逃走 我心意已决 今晚便走 要不要跟我一起 你自己做决定 千巧 你不能走 千巧 千巧 你走了西王不会放过我的 所以我不是让你选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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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不要说了 我不想知道 你 千巧 这是什么 那是奴骨彻底的解药 我 扶下他 离开白鲁镇吧 鬼谷凶险 不是骗你的 这把扇子 我已经珍藏了一辈子 你 先想 我把它还给你 千巧 这解药还有吗 你 你吃了吗 我 有你这句话 一切都值得了 风浪 长龙漫漫 好自珍珠 你我 原济如此 千巧 你什么意思 千巧 千巧 你干什么 千巧 你干什么 千巧 不要 我又彻底忘了你 平江 柳色青 花月 遥相守 岁岁复年年 封此 兵消耗 今日 天下群雄齐聚一堂 大家的武功路数大相径庭 彼此之间一不了解 必须要选取一位领袖 领导大家 攻打鬼谷 这论德行 慈慕大师 德高望重 自不消说 论武 身为达摩堂首座 造诣通神 论威 少林自来是武林当中的泰山北斗 所以神某推举慈慈慕大师 带领大家 攻打鬼谷 阿弥陀佛 多谢沈师主太爱 但老衲身为僧人 实在不宜主持这种杀伐之事 我倒有一个人选 清风剑派掌门莫怀阳 他是二十年前少年英雄会的魁首 还是二十年他闭关修炼 想必武学修为 以真化尽 既然咱们习武之人选的是武林盟主 那就要在武功上建真章 所以呀 我推选莫掌门 各位 今日推举领军之人 除了要德行威望 更重要的是要有领导之能 鬼谷目前是群龙无首 但毕竟是占着地理优势 防卫森严 所以以莫某认为 这个人选必须得要善谋善断 而且还要具备有领导大阵仗的经验 论这一点 没有人比得上五湖盟盟主更合适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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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对 若论其他 各位大侠会有胜算 但论这三点 没有人能比得了我们赵盟主更合适的了 对不对呀 对 对 对 赵盟主 赵盟主 对 赵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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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 赵盟主 赵盟主 请教莫掌能高招 请 各位 各位 一直以来 只听说这赵盟主 人品贵重 常于谋略 与武功方面嘛 倒并非其特长所致 想不到今日一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没想到赵盟主的武功已到如此的境界 墨掌门武功惊人 赵盟主 竟然跟他缠斗这么多招 没分下输赢 江湖果然是人才辈出 可笑 可笑 自古武林盟主 赵盟主 是德才兼备者居之 赵盟 你也配站在这个列台上 赵盟 你原是仆役之子 太湖剑派前任掌门独子 无故身亡 你主动任赵掌门为父 这才有机会 跃升武湖盟武子之中 后武湖盟武子 与容炫成为好友 共建武库 你给我闭嘴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这里 造谣误陷我们赵盟主 来啊 给我抓下来 吴窟建成之后 你故意趁武子 与容炫比武之际 偷偷在高崇剑上喂了毒 高崇误以为自己伤了容炫 容炫也因此 发疯深誉 走火入魔 高崇百孔莫辩 暴汉终身 武子也因此分崩离析 余生育育 这些 皆是因你而起 如此不忠不义之人 就算他能以武力力压群雄 当上这个武连盟主 在座的各位 也服他吗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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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贼子 暗戒伤人 卑鄙 赵婧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 这家伙 刚才在我和莫帮主比武的时候 就敌敌不休 陷我于不义 大家都看好了 他就是鬼谷谷主的帮休 在我们围奸温克行的时候 他就曾舍命相护 想必 当时大家都看到了吧 所以 就是他发射暗戚害我 好 阁下既已胜出 四季山庄庄主周子舒 愿领教赵盟主高招 谁说四季山庄完了 谁说四季山庄完了 师兄 这一战还是让给我吧 这不是鬼谷谷主温客行吗 我的确姓温明客行 但我乃四季山庄的温客行 重名罢了 各位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温客行 你把天下英雄都当傻子了吧 这种鬼话你都说得出来 诸位英雄 不要信他的鬼话 他就是鬼谷谷主 没错 这么多双眼睛看得分明 此人明明是群鬼策上的鬼主 群鬼策乃赵敬所致 此人如此不忠不义 难道就不能陷害区区在下我吗 荒唐 这种事情有什么赖的 背叛的三名恶鬼就在这里 台上的人是不是鬼主 一问便知 带上来 这就是弃暗投明的无常鬼 黑无常和开心鬼 你们且任任台上这位 是你们前任主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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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的 众所周知 鬼谷谷主温客行已在白鹿崖浮诸 时辰至今还停留在五湖盟据点之中 难不成是赵敬赵大侠有意欺瞒天下英雄吗 汐儿 你 在下师从四季山庄 家师乃秦怀章秦大侠 这位便是我的大师兄 至于我的父母嘛 阿絮 阿絮 剑借我试一下 我回头再跟你细说 是 敢问 诸位有人可还记得秋明十八世吗 是 真如玉 神医谷的真如玉 秋明十八世 圣守真如玉的秋明剑法 你是真大恩公的什么人 原来你们没有忘记他 当他在青崖山以身殉异的时候 当他在神医谷被世人威逼 废去武功的时候 当他被恶鬼虐杀至死的时候 你们都在哪里 回答评理 圣守真如玉是你什么人 乃是我仙父 胡说 刚刚你还自称姓温 仙父原本姓温 承蒙神医谷真老谷主 次性改名为真 然则先父既以剑弃于师门 在下身为仁子 自当遵从先父之愿 改回本性 视为温客行 一派胡言 一干侮辱真大侠的死后立明 阁下便是峨眉派掌门吧 晚辈满月之际 峨眉女侠曾联手智德一剑百家衣 送来神医谷作为贺礼 晚辈不才 至今尚未登门拜谢过这片 慈心厚意 你当真是 知音师太 别被他给蛊惑了 真兄弟一生光明磊落 怎么会生下他这么个孽障魔胎 温客行 刚才那三位厉鬼 明明就是你的走狗 你假意让他们投诚于我 现在又突然反水 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对吧 我告诉你 你这样的小伎俩 怎能骗得了天下英雄 各位英雄 听我一言 鬼谷向来挑拨离间 我大哥高崇 就是着了他们的道 至今含冤未学 我五湖盟手中五块琉璃甲 四块都落入了你的手中 现在又打起了我这块的主意 各位英雄 不要上了他的道 闭嘴 大哥的名字是你叫的吗 你不配 五弟 我明白了 神神 是你勾结鬼谷害死了大哥 我早就怀疑五湖盟有内鬼 可我没有想到是你呀 是你泄露了琉璃甲的秘密 你杀害了泰山派掌门 你理应外合劫走了高小莲 用高小莲的性命威逼大哥 让他忍辱负重 最后让他当众自杀 你才是那头恶鬼 是 一派胡言 三十年前 太湖掌门赵文达 因丧子之痛一病不起 赵敬世纪至成 这才感动了赵掌门 收他为义子 踏上他飞黄腾达之路 小丫头骗子 跑到这儿来妖言惑重 为何小莲要提此陈年旧事 只因当着天下英雄的面 小莲想问赵盟主一句 你到底为什么那么恨我爹爹 你不仅要我爹爹的命 要他的盟主之位 还要他身败名裂 一生懊恼痛悔 致死寒冤莫白 难道就因为三十年前 我爹曾见过你 落魄卑贱的模样吗 所有与你始于微时之人 尽数惨死 这一切 难道都是巧合吗 难道这一切你都看到了吗 难道这就不能是巧合吗 晚辈张成岭 乃是镜湖剑派掌门 张玉森之子 这封信是我爹林中之前 让我托付给叶前辈的 信上说 二十年前 容炫容前辈 之所以突然封母 正是因为赵敬所害 他心知五兄弟比武过招 难免略有伤损 便事先在高崇 高盟主肩上偷偷喂了剧毒 其后 果然被他奸计得逞 容前辈中毒发狂 导致后来种种悲剧 鬼根究底 青崖山之意 万千孤魂 本该去找姓赵的算账 成岭啊成岭 枉我这么疼你 你竟在这里一派胡言 一派胡言 赵敬 有口难言的滋味 不好受吗 你们当初陷害污蔑我爹 不也是凭一面之词 诸位请看 杀就杀了吧 没错 这便是我岳阳派首途 我的大师兄 邓宽 众所周知 君山英雄会上 便是我大师兄指控我爹 爹爹白口莫辩 只能以死明治 可此后 大师兄便失踪了 你们就没有人觉得蹊跷吗 失踪了 召极 赵敬害我 师父 我对不起师父 大师兄 大家都听见了 当初我大师兄 失守为赵敬所亲 被这恶徒 以秘书迷惑心智 才会在英雄大会上 诬告爹爹 此后 我们千方百计将他救出 悉心调治 至今尚未复原 一切 都是赵敬的阴谋 身为人子 若不能替父母报仇血恨 与秦兽有合议 小莲一介弱女子 在此冒死揭露照进真面目 恳请天下英雄 为小莲主持公道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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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他 救他 自知之辰 太大了 雕虫小技 可行啊 有本事你杀了我呀 有口难言 众叛亲离 孤立无远 奸贼赵敬 你可认罪 门可行 你不属周密 栽赃陷害于我 我认罪 要杀便杀 但你若想 让我认下你对我的诬陷 痴心妄想 鬼谷孤主 你颠倒黑白 我没有颠倒黑白 我是要把颠倒的一切 都扶正过来 冥顽不灵 一如方才高小姐所说 生为人子 如若不能替父母申冤报仇 与禽兽无异 敢问天下英雄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是不是天经地义 是 是 是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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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母圣守夫妇 一生玄弧济世 救人无数 因被赵敬出卖 双双被折磨至死 皇天在上 后土在下 温可行身为人子 今日便是要将我父母 遭受的痛苦磨难 依依还世比身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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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赵敬七插一招 但我没有说 最失败的是你们 你们被我玩弄了二十多年 整个江湖被我绞得天翻地覆 杀了 Tiny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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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杀了 你 me 太好 你 杀了 你 不死 爹 娘 师父 高某主 阿絮 这会是你们希望我选的路吧 咎由自取 咎由自取 在这儿 好 义父 把这个吃了 对你有好处 义父 蝎儿知道你最会说话了 你一开口 我难免不会心软 所以以后 您就别开口了 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阿絮 剑还你 咱们回家 先回家好不好 回家了 我便把一切都告诉你 到时候啊 要打要罚 都随你 阿絮 我这辈子 最开心的便是这一刻了 你别在这里揍我呀 来 尝 这顿毒的 我先给你记上了 师父 好 师叔 傻小子 走 咱们回家 晚上想吃什么 鬼主 哪里走啊 你换我师弟 你换我师弟叫什么 赵敬恶贯满盈 也是他咎由自取 今日大家相聚在此 并不是审判赵敬 而是为了讨伐这个鬼主 温克香 你的私仇报了 是不是该算算公分了 莫怀阳 你得失心疯了吧 这孩子是甄大侠的后人 不是什么鬼主 别说未必是 就算真是 甄如玉 对你额眉有恩 对我清风剑派呢 又有何干呢 温克行 你在白鲁崖上 到底做了什么手脚 你一个堂堂的鬼主 竟然连自己的身份都不敢认 不觉得可耻吗 好 我承认 在下的确是鬼谷谷主 方才 是逗你们玩的 好 温克行 你竟然敢欺骗老衲 大师见谅 我若不扯这个谎 也没有当众审判赵敬的机会 是不是 你到底是不是甄家后人 你怎会入了鬼谷 我入鬼谷 全是拜诸位所赐 胡说八道 甄恩公他 够了 执音师太 你现在口口声声地换恩公 不觉得讽刺吗 当你的恩公身败名裂 沦为废人之际 峨眉派在哪里 我至今都不明白 我爹爹当年有那么多 至交好友亲旁就顾 可当我全家大难临头之际 你们都在哪里 令尊令堂之所以有此下场 并不是遭人迫害 而是因为他袒护魔头 容炫 隐藏了武库的秘密 所以 今天我是来找你清算的 任何人想找我师弟清算 得先过了我这关 清算也轮不到你们 夜少见 夜 夜少见 夜前辈 夜前辈 您来得正好 今天希望您带领大家 灭了鬼谷 没错 鬼谷我是肯定要灭的 鬼谷上下 人人都得死 天苍藏 天苍藏是辽宫 成都寒江 天苍藏是辽宫 成都寒江 天苍藏是辽宫 成都寒江 深夜 音笑荒 谁去我策马 江湖闯 四方 谁醉边天涯 梦醒不见故乡 麒麟下气球凉 余温窝窗 人人怎人 人帮未放 惆怅是轻狂 春风吹得 绿江南水 暗吹不暖人心霜 猝不及防 那时不是我们的光 相见横弯心未完 不再孤狐四季化 将孤岛西风首马 欢笑桥流水人家 万里河山万家灯 光是如烟浪逃下 将平生霜雪雨 群出球捧场 人山高水远 你在我也在 既然是如烟浪逃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伙儿 早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